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让你的iPhone在你充电 以及完成充电的时候 自动播报或者是显示充电的百分比 像是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们会使用捷径这个APP 写出让你的iPhone自动播报电池电量的脚本 或者是另一种方式是用捷径写出 让你的iPhone自动显示电池电量的横幅通知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哪一种 那我们今天写的这个触发方式 是利用充电以及充电结束的时候 它都会播报这个电量 那如果你希望这个触发的方式是 例如开关机啊或者是早上几点的时候 去做这个播报的动作的话 你也可以在今天的脚本里面自己去做修改 那一般大家如果想要看电量的话 通常都是使用通知中心 然后看到这个里面有百分比的显示嘛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使用加入小工具的方式 把它夹到你的桌面上 那我可能等一下结束之后 我再来示范一次 那现在我们先用捷径示范一次 要怎样让你的iPhone播报你的电量 首先找到你捷径这个APP 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就要到这个页面的最后一页的APP 资料库里面去寻找你的捷径 就是可以在搜寻栏这边搜寻 那如果这边也找不到的话 你可能就要到App Store里面去下载你的捷径 下载完捷径之后呢我们打开它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画面嘛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不是这个普通的捷径 而是中间的这个自动化 点一下中间的自动化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自动化的页面嘛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选一下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然后把它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充电器 充电器这边呢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在连接充电器或者是拔掉充电器的时候 播报或者是通知你的电池电量 那这边呢我就先两个都选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拔掉的时候播报的话 你就把这个取消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那这边呢你就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然后搜寻这边呢就搜寻电池 电池 然后这边取得电池电量点一下 那我们再继续按这个加号 然后这一次呢搜寻文字 然后有一个文字你就选文字 文字这边呢你按一下这个可以输入的地方 然后按一下电池电量这边绿色的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就按一下左边的变数 那它里面应该就会自己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了 电池电量加入之后呢 你可以在后面加入百分比的符号 那它等一下朗读出来才会讲出百分比这几个字 接下来呢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这边呢就分成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朗读的方式 一种是用横幅通知显示的方式 那朗读呢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用静音模式或者是勿劳模式 你充电的时候它都一样会朗读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在上课会充电啊 或者是开会的时候会充电的这些人呢 你可能就不太适用这个方式 可能横幅通知的方式会比较适合你 那我这边呢先示范一次朗读 等一下我再示范横幅通知 在搜寻栏这边呢你就打朗读 朗读 然后出来呢你就看到这个朗读文字把它加入 这边朗读后面呢你一开始可能会看到什么 hello诠释键你就把它删除 删除之后呢你按一下这个文字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完成 这样子其实就完成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更多 你可以点进去 这边你就可以调一下它的速率 例如说你希望它讲话快一点的话 就把它调高 然后音高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然后语言跟声音 声音的话它里面其实就只有一种选项 所以没什么好调的 然后这边呢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 你就可以试看看它播出来是什么感觉 哦讲话还蛮快的 那我们让它慢一点点 写完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回到上一页 然后这边执行签线询问 你就把它取消 然后按不询问 然后按右上角的完成 那现在我们已经写好这个捷径的脚本 我们要来多做一个动作 让自动化的通知消失 因为现在如果你不去取消的话 它其实会有两个通知 一个是朗读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横子通知 就有点烦 百分之百 像这样子它就会多一个捷径的通知 那我们要来把这个东西取消掉 那取消这个东西呢 要到设定里面 先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里面去找到荧幕使用时间 里面呢 按这个查看所有活动 然后滑到最下面 最下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捷径嘛 但是你点不进去 你就按一下上面的这个枝条 你点一下它就会出现捷径在这边 如果你今天捷径都没有通知的话 那你就先是试一次 就是先查电 然后让它执行一次 百分之百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我再说一次喔 如果你进到查看所有活动 然后拉到最下面的这个通知啊 如果你找不到捷径的话 你就先让它执行一次 就是充电 百分之百 然后它已经有通知过一次了嘛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它出现在这边呢 你就再按一次这个直调之后 你就可以点进去了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允许通知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 你充电它就不会出现那个横幅通知 它就只会播报 百分之百 对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今天是希望它只有横幅通知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横幅通知 那做横幅通知就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关闭了 你把它关起来的话 等一下横幅通知会跑不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怎么做横幅通知 一样呢我们回到捷径 然后到刚才我们做到一半的步骤 在这边 这边呢我们就从这个电池电量百分比开始 那这次呢我们按这个加号 然后要搜寻通知 这边搜寻栏就打通知 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显示通知码点一下 然后这边你就会看到hello全世界把它删掉 然后这边选文字 然后按完成 这边有个完成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测试看看 有它出现了就是百分之百嘛 那如果你希望它不要播放那个声音的话 再显示更多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声音取消掉 然后再播一次看看 对它就不会有那个声音出来 然后再回到上页 一样你这个执行前先询问要把它关闭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那一样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显示 一个通知之后再出现那个百分比 看 执行自动作业 然后才会出现它的百分比 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啦 那除了以上这两个很简单的捷径之外呢 你也可以新增桌面小工具 让你在桌面随时可以看到你的电池电量 那要怎么新增呢 就是长按你的桌面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点进去之后呢 往下拉找到电池这个选项 电池里面呢 就有不同大小的这个桌面小工具嘛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你可能平常会使用AirPods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四个的 那如果你只想要一个电池的话 你就可以新增这样子 一个二乘二大小桌面小工具 你就可以随时在桌面看到你的电池电量了 那按一下加住小工具 它就会跑到你的桌面来这样子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今天的捷径教学呢 我觉得今天算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捷径入门啦 我自己是觉得写捷径还蛮好玩的 有点像是在写程式 可是简单很多的感觉 那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捷径教学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喔 另外呢我也会常常更新我的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AppleMe123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